接下来为您播出热线十二 晚十分黄河岸边 村民发现离奇蛇皮带 超级的那个狗看 发现这个人的死体 残忍之急 抛尸何底 凶手究竟躲在哪里 这个人要突破 他就必须找到 咱发现的这个死体就像谁 看警方如何在茫茫人海中 找到破案线索 悲剧上演又到底原因何在 浮出水面的罪恶 热线十二即将播出 三月二号我们派出所接到了 小区云林村村长的电话 有村民在河边发现了一个蛇皮带 当时在河边山坡里 到河边后发现一个袋子 鼓鼓地 把那个狗看 发现这个人的死体 把人瞎摸了 马上我就给 把你把牙排位置都跑了 行侦大队的民警们迅速感到安排地 对现场情况进行了勘察 然而当蛇皮带被打开的那一刻 眼前残忍的清景 让身经百战的心境们都不禁打了个冷战 咱把这个花皮带打开以后 发现一个完整的下子和一个半截下子 袋子最上面 也就是袋子的杂口处 分为一块石头 后来通过跟现场的石块进行比对 发现这个石块是黑色石究竟取材的 随后的勘察中 半岸民警在附近 既没有发现其他石块 也没有发现明显血迹 根据现场的种种迹象 半岸民警判断 这里应该不是发生命案的第一现场 而是凶手想要沉湿河底的抛尸现场 可是在河滩边的蛇皮带里 仅发现了被害人的腿部 无法直接确定被害人的身份 尸体的其他部分在哪里 被害者又究竟是什么人呢 这个针子要突破 他就必须做到咱发现的这个尸体究竟是谁 蛇皮带和其中的尸块是目前仅有的线索 法医连夜对其进行了进一步检验 就在这个过程中新的物证出现了 包括人体造成的保障代理 咱发现有豆芽 面条 菜眼 当时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大胆的猜想一下 就是他这个作案的地点 会不会是在厨房或者餐厅 抛尸袋中的特殊物证 为民警们下一步的侦查提供了新的方向 而通过法医的检验 被害人的体貌特征也被渐渐的还原出来 体育建材 松建和DNA 确认说松建建材 性别是女性 他通过皮肤 丑不判定 这人是一个成年女性 山高 尿荡在一米六五左右 感觉他自己的脂肪和脊肉里 成都认为这个人比较胖一点 民警们虽然已经了解到被害人的基本特征 可是要如何在茫茫人海中找出死者的身份 这成为摆在警方面前的一道难题 随后通过尸检结果 警方对被害人的死亡时间进行了推断 在时间上进一步缩小了侦查范围 当时是所有天气比较寒冷一点 结果是一种浅炮情况 丑不半断 这个死亡时间 你用到在半个月左右 刨死现场应该是一个属于黄河的滋留 也就是黄河当税大的时候 税流到外面移出来的 住河道移出来的滋留 所以平常税量非常小 结合案发前后的税人情况 发现税量最大的就是 那儿的二十把到丑散 税量是最大的 所以咱推测 难法这个抛死事件应该就在 年春节前后 如果死亡时间真如推测的一样 那究竟是谁又为什么 会在本应习气祥祥和的春节期间 残忍地杀死被害人 又将其肢解呢 他们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恩怨 而如今时隔半个月 这个残忍的凶手 此刻又在哪里呢 各位钟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潮东 大家都看到了 据当地警方介绍 他们目前掌握的信息还是相当有限的 但即使是这样 在两个多月之后 这个案子还是破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当地警方 是如何最终锁定目标的 发现蛇皮带的地点位于黄河之流的岸边 民警们分析 凶手选择在这里抛尸 很有可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 这里是往来陕西河阳 韩城 以及山西运城的必经之地 也就是说 嫌疑人的居住地范围 可能会在陕西河阳 韩城 甚至是河队岸的山西运城 他这个地方比较偏僻 要知道这个地方 嫌疑人他要把这个尸块要扔到这个地方 他首先要对这个地方要比较熟悉 如果是外地的人他走不到这个地方 这个是黄河毯这个税 税税税税也很小 所以咱排除从陕西对面 比如坐船或者咱把这个尸块跑到这儿 排除了山西运城 陕西韩城和河阳两地 变成了警方的重点排查范围 与此同时 白岸民警也没有放弃 对包裹尸块的蛇皮带进行进一步侦查 咱们整个技术人员对这个认真地砍查以后 发现这个袋子它是烙农牌的这个肥料 因为咱们这个化肥袋比较特殊 它在这个化肥袋上面有个宁夏专攻 这几个字样 当时这一批肥料 烙农牌的肥料 它主要是给农牌重産的 所以上面是农牌重甸 主要是用于农牌的这个构机子重産 但是后来有其他人 他给有一部分 有30吨小网杂这个河阳 有河阳一个代理商 发现这一重要线索后 警方立即联系了这批化肥在陕西的经销商 开始调查这批老农牌化肥的销售去向 这个河阳这个代理商 它的记忆非常清楚 因为它当时它这个小收 主要是住村户的 它那种不是说是农民到这边直接购买 而是它都专利想降收 降收完以后等级 等级完以后它给农民送去了 这一批化肥只要就销售于河阳的百粮 王家瓦和同家庄 韩城的子川 子阳 龙庭 这六个乡镇 这与我们之前划定的那个大概的侦查范围 是相一致的 各种线索综合起来 印证了警方之前对嫌疑人所处范围的推测 于是办案民警们开始在重点侦查范围内 进行细致的走访 排查 同时发布了悬赏通告 印证了三万多份 重点之六个乡镇 发放还有包括全线的范围内发放 并且在电视包括多媒体这些媒体 制作了这个宣传 排查的终点就是年前年后 以十种十年的旅行 就是复合在这个特征 扯掉以北斗明镜 排查204个行踪群 四万多户 当时起碗于在这个年龄段的父女 然而经过大半个月的走访调查 警方并没有获取有关被害人和凶手的有效线索 直到案件侦查的第27天 何阳县王家挖乡 一户人家的信息在排查中 进入了警方的视野 邻居给我们的信息就是 这个王姓仁老婆是早年早逝 然后家里面有个女儿 他说他女儿已经外出大工 七八年没有回来了 然后当时咱联系也没有联系方式 也没联系上 咱经过调查以后 就是他这个妹子来饭用 就是他侄女 春节前还回来过 但是王姓没有提到这个 如果女儿春节前回过家 做父亲的一般不会不记得 那么到底是王姓的女儿没有回家 还是他在刻意隐瞒些什么呢 他拥有这个人的特征 比如胖搜了神狗了 跟他这个发现的 中心先生发现这个尸体也非常相似 他也是有这个屠宰经验的 他是他们村里的宰羊瓜 先前警方根据所发现的尸块断面分析 凶手极有可能具有屠宰经验 或者是在厨房工作的人 这与王某的职业十分吻合 种种迹象表明 王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于是警方对王某家进行了勘察 在这个王某的家的安排上面的墙上 咱们发现了几点写剧 咱们马上对这个他加了一些血迹 进行了提取 经过对提取血样的检验 结果显示却并非刑警们所想 王某家厨房内的血迹是阳血 对这个王某的女儿 咱们经过大量工作以后 第三天也联系上了 所以这条中心线索也就被排除了 原本有最大嫌疑的王某 被排除了作案的可能 那么黄河碎尸案的真正凶手 会在哪里呢 随后的日子里 民警们继续四处走访调查 但始终没有找到其他证据和线索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刑警大队的侦察员们的压力 也越来越大 咱排查了一个多月以后 当时这个工作就好像感到应该是很迷茫 就没有发现啥线索 所以当时作为从局定道到我们信任 这个侦察民教 压力都非常大 就是遇到平均了 没办法往前走 可以说呢 在这种情况下 咱就是进一步假大咱选传这个地图 在2015年的5月4日 一大早我们大队就来了两个义男英女 两个人来报案了 当时他们来也是就是来的时候就拿着我们的选上通告 他当时来了以后就说是他们的妹妹段某失踪了 报警者的描述中 他们的妹妹段某 与悬赏通告上要找的死者 基本信息十分相似 而段某正是在春节前后失踪 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那么警方苦苦寻找的被害人 会不会就是这对报案者的妹妹段某呢 当时这个就给我们带来了一线希望 所以当天我们就对段某的围绕段某 对她的关系进行了开展了工作 我通过她的亲戚关系了解到失踪人段某女儿的电话 后来我和她女儿打了电话 这个女儿在显然大广 也嫁到显然蓝天 所以咱就联系到这个女儿 要求配合咱们公安机关调查 也要询问她父母的父母之间的关系 以及她这个私父指导她母亲这个去向 接到警方电话的第二天一早 段某的女儿来到刑侦大队 她在警方的询问中提到 母亲段某和父亲张某的感情一直不合 吵吵闹闹近三十年 而就在今年春节前半个月 她的父亲张某还在争吵中将她的母亲段某打伤 随后母亲被她接到西安治疗 直到春节前 父亲张某才将母亲段某接回家中 从那时起 她便再也没有见过母亲段某 除此之外 段某的女儿还向警方反映了一个重要信息 当时我跟她打电话的时候 她的父亲刚好在她身边 她说是我给她打完电话以后 她的父亲紧接着问问她一句 是谁给你打电话 她说是警察打电话了 给民警脚谈的过程 她父亲好像就现在非常进展 说了几句话以后 匆匆忙忙就走了 反正不知去向 听完段某女儿的描述 警方立即锁定了具有重大作案嫌疑的张某 而在得知警方联系女儿后 张某已经不知去向 据其女儿供述 平日和父亲张某有交往的人不多 所以她所熟悉的可能逃亡的地点 只有她经常打工的陕西运城 以及女儿的婆家所在地 陕西省蓝田县宇串镇镇 获得这一线索后 警方立即兵分两路 分别赶往陕西运城和陕西蓝田 寻找张某 马上进入这个神山区的时候 咱们发现路边一个中年男兄 背着一个宝 在中朝三里面奏战 很幸运的是在金山前被我们抓住 抓活以后 张某当司 在我们还没有开口问他的时候 他就跟我们说 他把她媳妇杀了 时隔三个月 张某再次来到河岸边 这一次他是来指认跑事现场的 历时两个多月的侦查 警方最终将犯罪嫌疑人张某 生之一发 可令人唏嘻的是 黄河碎尸案的真凶竟然是死者的丈夫 这对亲人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 以至于丈夫对妻子 痛下杀手 他们三十载的婚姻又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呢 好欢迎回来热线12 我们继续直播 我是潮东 在进入本案的分析之前 我们先来预报一下节目的相关信息 从9月7号开始 社会与法频道 兼联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加多宝集团 共同制作一档特别节目 叫圆梦大学路 那每期呢 将反映一个来自革命老区的寒门学子的自强不息的励志故事 目前呢 我们已经有整整七路记者吩咐不同的革命老区 正在进行相关的采访 来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 这位是江志强 江律师 这位是张春卫 本栏目的特约评论员 我们看到这个张某回到本案 这确实有点跳跃 张某在作案之后 时针一开始呢 他表现的还是相对的比较震惊自若 没有跑 但是呢 后来仅仅是女儿和警方的一次通话 他就有点慌了慌张的 那为什么前后会有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反差呢 陈伟 因为按照他女儿的话说呢 父母是不和的 那么在过去的这几十年当中一直吵吵唠唠 我估计这种打打杀杀的话也没少说 所以呢 他会觉得他做了一个这几十年当中 他一直想做的事 他没当回事 但是一旦要去面对法律的时候 他可能真的一下意识到碰到了什么 所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呢 其实是说明什么 有的时候家庭矛盾的话呢 看起来是家庭内部的事 但是的话呢 放到整个法律层面和国家层面 这就不是小事了 所以说还是要敬畏法律 尊重法律 而且的话呢 要把人情世故的有些东西摊开来 在法律面前 对 再来说说当地警方啊 实际上他们破案的过程整整是两个多月 那么破获了一起命案 一开始呢 这个案件掌握的信息非常的有限 最终呢 还是破获了 对 志强你给点评一下当地警方的侦破的手段 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说这个欺而不舍 发现了这种线索 因为命案现在基本上这个要求还是要逼迫的 其实我在反思 就是说张某这个人有勇气杀人 没有勇气去自首 所以我特别建议和希望有过违法犯罪的 或者你犯了案之后最明智的选择就是自首 所以就变成了一种博弈 我做案之后我就跑逃避这种侦查 但是呢 警方是不会轻易不办这个案子的 接着就会追就变成博弈 而且现在的刑事侦查手段 其实也是越来越先进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过说犯的嫌疑人 只要在现场留下一个脚印 那么相关的专家就能知道 这个人的性别身高体重年龄的区间段 而且非常比如说他有没有内八字外八字 这些东西查的 包括现在只要你现场留下一些DNA等等 很容易就破案 我们今天暗中张某应该说 还没有这么强的反侦查能力 但是通过他前后行为对比发现 一开始杀案的时候 可能真的感觉没所谓 糊弄女儿贴了一个广告 然后把妻子尸体藏在家里 但真正的警方找女儿的时候就跑了 这时候发现真是面对法律的时候就要跑了 对 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一日夫妻百日恩 是吧 张某和自己的妻子整整过了30年 虽然中间有一些磕碰 但是最终对自己的妻子能够痛下杀手 这里边还是有隐情的 那么隐情到底是什么呢 这话要推到二十几年前 他曾经一度怀疑自己的妻子有外遇 案发五个月后 我们在河阳县看守所见到了犯罪嫌疑人张某 张某说 自己年轻时是个木匠 他的一家四口曾经也是幸福美满的 而后来与妻子的苛苛伴伴都源于二十六年前的一件往事 当时张某看到妻子和别的男人一起在屋里 心里很是气愤 在争吵过后 他来到了那个男人家的果园 一气之下 将园子里的几十棵桃树砍掉了 发了二十七个桃树 这个事情大量的时候 我学习 我学习 他跟我人时间都长了 有我事情的 我说那你一个先搞 他一搞他见不得人了 他搞 给他叫做比较搞 我错了一个月了 我说那就不行 我说一直搞了 不过也行 那些人你随便都能行 可是你不能过这事情 随便都能生 其实只有 你随我随便我就受不了 二十六年前的这场牢狱之灾 让张某和妻子段某之间的争吵 开始日渐频繁 而张某心中 妻子段某的那次出轨事件 也成为他们争吵过程中 绕不开的话题 在他之后的婚姻生活中 他就是因为有些事情 家庭那些所述 他就会提及前面 他被公安机关处理 使他的妻子被害的这些事情 他这个妻子又是性格比较刚烈的 在他们两个争吵过程中 他这个妻子就会 也会说一些比较刺激他的话 他说人个是名的 别人是爱的 救人 在救我的人 甚至在他们 曾经在祭祀这个争吵过程中 他的妻子提及到 说他的儿子都不是张某亲生的 说是张某非常晚了 自立的话语 所以对这个张某来说是 刺激非常大 在张某看来 正是因为这些经历 导致他在村子里抬不起头来 那么 关于26年前的那场 所谓的出轨事件 村里人有没有听到过 什么传闻呢 你叫的上人外都没有 没有人就不是我人 你们都没听到 没有人就不是我人 我跟我是先父 我跟我是先父 没有我是 那是他自己想象可能没有 做出做张状了 你做进做方了 你没有做张 光是还你看见 不成证据 那天的时候 人家的媳妇都讨来了 都讨过来了 那男人叫他媳妇来了 对他找他回 回来 那男人就在 女人就在带着 那如果不去家 你跑过家这里 把那冤枉死了 你到那跟我活 他就没有我死 这样就真没有我死 说到张某的性格 村里人对他的印象 基本上都是觉得 他脾气有点怪 不好交往 那人相比利相 不和个人交流一下 就见人 但提到张某的木匠手艺 大家却都交口称赞 人都钱 人都在钱块来 我过去都赚钱的 村里村外很多人家 至今还都用着张某 即是年前打的家具 而凭借这门手艺 张某也为妻子的娘家人 做了不少事 张人 张某娘 你看 贯穿 这么一个人做的 我去过 谁修在家具 都这么做的 给他家的房子都这么给的 房子这么给的 我给他们赶紧活着不少的 他们最后换的设计 我打回我们一送信去了 他因为这个事情一直在他心里面 就是一个结 所以他当时就提出了 说是让他的娘家人 让他妻子的娘家人 给他一万九千块钱 问题是什么钱 就是他被关的这六个月 一个月三千块钱 是一万八 后来他给人家赔偿的 一千块钱的赔偿金 所以他就一直 就是从他的妻子娘家人 就是他大九个 一直要这个钱 我就把他给我 我赔钱的 一万九千块钱 还都是我 因为一直没有得到心目中的赔偿款 张某始终咽不下这口气 他觉得自己在妻子 和妻子娘家人那里受了委屈 他甚至开始要求妻子 不许跟娘家人来往 而随着夫妻间矛盾不断升级 妻子段某开始向张某提出离婚 你跟我好好过 我什么事情都能认下 其实这样 他最后的还是我七哥 叫的跟个乐婆说的 跟个累婚 还是他走的怪 我猜到了 我妹妹的命苦都 都讲这个大来个大 来回我妹子大的受不了 我妹子说他想累婚 累不了 想弄几回事 走都走 把你三个半路 大一会儿拿回来 杀他还杀三个之达一家 正常说的话 我昨天对他哥 是大仇人 这十度 近三十年的矛盾 最终在2015年春节前的一次争吵中 彻底爆发 农历腊月十次当天 张某又因为向大舅哥索要 一万九千元钱的事情 与妻子发生争吵 腊月十次喝了 能够起来看大家 因为我开标的 我起来学子搞一声 我第一声 我一开标才三点半了 这一次的争吵中 妻子段某的肋骨被张某打断 段某到西安 在女儿身边 休息治疗了十多天 农历腊月二十六这天 张某来到女儿家 希望妻子能和自己一起回家过年 好说歹说 两人一同回了家 可不成想 仅仅过了两天 张某和段某又打了起来 张某总造以后 她的妻子就要提出要跟她离怀 她为了防止她妻子离开 因为她看到了她妻子离开她的决心 将家里边的后门都全部用钉子钉死了 但是她妻子当时就为了离开她 就差点把这个门都拉倒 她都跑了好几回了 她不是有一半回了 我在屋里还要收拾家里 还干活了 还光不是关她的 一门干活一门看她 一门干活一门看她 你一给我去不关 我就不顾一切了 我都活啥的 我去留下要劳 我都不要认一下 你说懒人就不是懒人 我什么都认一下 认一下 你这门不关 我就不顾一切 你都要扫去 张某在一怒之下 当时确实人已经非常生气 一怒之下把受害人 让她的妻子从院子里面 拖到厨房里面 用菜刀看死案 她是28号做的一案 那两天的时候 昨天她春节期间 从外面回来的人都非常多 白天晚上 很多的人都很多 都打扫威风 准备过几年 所以她也没敢把这个尸体 这个种出去 所以就在家里放着 张某在杀死妻子后 独自在家过了春节 除夕当天 她自己贴了春帘 放了鞭炮 还写了一张有关 寻找离家出走妻子的寻人启事 放在家门口 春节过后 张某最终选择用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 结束了自己与妻子之间近三十年的恩恩怨怨 也斩断了 长在她心中 始终无法去除的心结 而她的行为 除了要接受法律的制裁外 也给亲人们流现了无尽的伤痛 到现在为止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某表现得非常的后悔 真是害人又害己的一件事 但是后悔要有点来不及了 我们来回过头来分析一下 这张某和妻子 为什么相濡以沫的过了三十年 最终由这个打打闹闹 变成了最终的仇杀呢 春伟 我觉得张某是一个比较自私的人 而且的话呢 她自己的情感的控制的能力是非常弱的 她撞破了妻子以前的这样的一些不良的东西以后 她就去砍了别人二十六颗桃树 我们必须得带引号 因为没有抓着人家把柄 对 她打个引号 但是这个不良的这个印象留给她自己心里是什么 她带着恨去砍二十六颗桃树 砍完了以后 这二十六颗桃树就一直种在她身上 她把这二十六颗桃树 在她未来的人生当中不断的朝涨殷飞 拼命的涨 因为她把她里的这种恨 把这种不满全部蕴含在里面 所以呢 她那六个月的牢狱之灾 对她来说 实际上是加重了这种仇恨的一个演练 到最后的话呢 她既不知道如何去爱她的妻子 然后她也会觉得 因为有了那六个月的牢狱之灾 我对这个家的付出已经够了 所以到最后她就不断的折磨 不断的折磨 把她之中没有发泄出来的感情 全部成长的 对 我们也替这个张某说两句吧 实际上她的妻子呢 也有责任 她的妻子 你看不停的言语刺激 对一个非常好面子的大男人来说 你没有那样的事 你就好好跟她说 没有嘛 你既然说我有 她的妻子的办法是说 你说我有 我就有 而且告诉你 儿子闺女都不是你的 这个对于一个男人来讲 这叫戴绿帽 是吧 这个杀伤力太大了 那么这事我们就先不分析了 来分析一下 等待张某的是什么 我觉得张某的这个手段是很残忍的 杀人碎尸分成四个化肥袋子 然后的主观恶性很大 非法不断他人的生命 所以故意杀人罪是没有问题的 那按照现在法律的规定 故意杀人罪要判死刑 无期徒刑 或者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对 那一开始能不能防患于未然 接缝邻居 还有亲朋好友 都知道这小两口老打架 后来老两口了 还打架 是吧 那当时应该怎么做 其实他这个 我是觉得应该是有一种 家暴的行为在里面的 比如说在案发之前的十几天 回到家的时候 本来是要 之前 给他肋骨还打折了 我在想 这个时候 如果他要介入一些组织 比如说当地的居委会 村委会或者判处所 或者你报警 如果通过组织的协调 解决的话 可能后面的悲剧 就不会再发生了 对 但是很多人可能觉得 我打老婆天天地 老婆被打回来之后 养养伤之 这事就过去 又要等着过年 实际上这两人的 这种纠恨和怨恨 已经解不开了 对 面对家暴 我们中国人老是表现的 过度的宽容 在城市里边都这样 何况在偏远的农村 是吧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 一个电话连线 我们刚才预报了 说从9月7号开始 我们将制作几期 特别节目 叫圆梦大学路 我们一共有七路记者 奔赴革命老区 那每期节目 都会反映一个 寒门学子的励志的故事 接下来我们先连线的是 我们非常能按的记者 刘燃 刘燃你好 小冬你好 你在什么地方 然后又采访了谁 你好 我现在呢 是在江西瑞金革命老区 那么瑞金呢 被誉为共和国摇篮 是苏区时期党中央的驻地 也是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的诞生地 那么我们这次 瑞金之行要拍摄的主人公呢 是一名刚刚考上 南昌大学的贫困学生 他叫刘浩 那么刘浩的宗祖父啊 是在红军长征中牺牲的烈士 刘浩的父亲呢 在2014年 因为车祸去世了 之后就由妈妈一人赚钱 供刘浩和他的妹妹上学 那么刘浩从小到大 学习成绩非常优秀 而且他也非常的乐观开朗 他始终坚信 靠自己的努力 能够改变他贫穷不幸的命运 那么我们跟刘浩见面之后 让我们感到非常惊喜的是 作为一名考上了理工科专业的学生 这个刘浩还非常喜欢文学 他甚至自己还写了不少的古体诗词 不同的诗呢 又反映了他在不同阶段的心情和感悟 此外呢 我们还发现这个刘浩的妈妈 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农村女性 她是当地一所驾校的教练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驾校教练当中 女教练是很少的 就是靠着这样一份工作 刘浩的妈妈以每月2000元左右的收入 撑起了这个不完整的家庭 那么刘浩告诉我们说 现在她即将实现大学梦了 同时呢 她也想帮妈妈实现一个愿望 那么希望到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 能够带给观众朋友们一份惊喜 主持人 好的 我们要非常感谢刘然 谢谢 我们也非常期待从9月7号开始 能够早日的看到这些特别节目 春卫 你给点评一下 我们做这样的特别节目 叫圆梦大学路 它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 事实上我们看到 在上一个法律的故事当中 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什么 就是加风 一个家里面的风气是什么 如果老是吵吵唠唠 到最后你会发现这种吵唠唠 没有人能够控制得了后面 而我们在看到更多的故事当中 实际上是什么 当我们说法律可以造进家门 法律可以关爱每个人的时候 还有一点 我们自己能够为这个家庭做什么 所以我们在这个家庭当中 看到的是什么 也许有人会说他们亲平 他的母亲的话呢 在外面教别人开车 但是回家的话 他教孩子如何做人 像我们现在已经很难 有人在去写古体诗的时候 仍然一个孩子愿意 以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完成自己的内念 我们更多的时候说的是什么 那就是加风不仅仅 治理的是一个家 也是希望我们的民族当中 那些精髓的东西 可以传承 可以发扬的更好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一个国家的加风如何 才能够代表着 我们更多的家庭的门风如何 以及最终所影响到的 是大家整个精神文明的 全面提高 剪隔半小时 两名学生相继被劫 被三名男子 刺到抢劫 他们把那个刀子出来 抢劫案背后 三家父母为而神伤 我对我还没想到 茫然走错的青春之路 痛心放手的骨肉亲情 迷失的青春 日线十二 明日播出 明日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